鏡頭前下跪道歉 網紅晚安小雞跟阿鬧 因為造假影片遭到判刑 現在柬埔寨總理紅馬內 也首度發聲 抨擊兩人 自私自利 十九號 紅馬內出席 中國貸款興建的新編跨河大橋 開工儀式 炮轟網紅造假行為 損害柬埔寨形象 不只是紅馬內 前總理 同時也是紅馬內的父親洪森 十八號接受簡中時報專訪時 也呼籲司法部門 不要對網安小雞和阿鬧 简刑或特赦 如今晚安小雞母親傳出重病 希望柬埔寨網開一面 紅馬內不只不買帳 更認為兩年刑期不夠重 掌權近四十年的紅森 去年交棒長子紅馬內 如今父子兩人接連炮轟 台灣網紅自導自演 藉此殺雞儘猴 更宣布將依法嚴懲造假者 但能否扭轉柬埔寨負面形象 恐怕還很難說 再次機會 稍後報導